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7日 今天看到路德访谈 非常热闹啊 这个节目办的还是不错的 以前做的一些节目 特别是关于这个严厉梦的啊 那是观众读者很多啊 影响非常大 毫无疑问呢 应该肯定 但是今天他谈到这个王岐山 准备在这个海南这个 和这个赵乐际的弟弟赵乐琴 要搞军事政变这个事 就太离奇了 我认为这个不可能啊 为什么这样想 你看 首先的了解中国这个军事 就是他的体制 他的体制 你想为什么强调党管军队呢 就党对这个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已经生成一个传统了 从毛泽东开始啊 一直到现在 你看文化大革命 砸烂攻坚坊 为什么没有彻底来啊 这个虽然有这个动荡啊 叫十年动乱 但是部队一直是不参加运动的 当然有一部分军队啊 涉及到了 知识嘛 也搞了些武斗啊 主要是武汉 陈大麻子啊 陈在道 其他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 所以毛泽东还能 还能牢牢控制这个军权呢 从毛泽东呢 开始一直到现在 习近平 中共的传统啊 都是 党的一把手 首先控制军队 你看 邓小平 退而不休 留任军委主席 要不都是这个目的嘛 对不对 这个江泽民也是一样 只有胡锦涛 傻傻的啊 一推到底 这个让习近平把他给忽悠了 他肯定还后悔 所以这个传统啊 造成什么 这个中共的军队 它不是个国防力量 它也是个 转正的一个工具 一个内斗的一个 利器 所以说他肯定要在这个 军队里面啊 遍布自己的人马呀 再加上制度方面 那都是非常严的 这个字不见在脸上 这个一个硬牌的士兵 要出营啊 都得进行中央军兵批准 那绝对是很严控制啊 此外你看这个南部战区吧 现在是五大战区 对不对 南部战区这个王教成 是不是啊 你看2012年 他是这个沈阳军区的啊 这个司令员 那么14年 他就提拔为上将 上将谁提拔的 都是习近平吧 对不对 16年新城 那个这个南部战区 当司令员 这个他肯定是 习近平靠他控制 这个南部的战区啊 正午是王健午啊 那也是2018年 也是这个期间 也就是说这些人 南部战区啊 控制在这个习近平手里 一点疑问都没有 以前当然他在那个 胡温那个时代 当过这个十二集团军的军长啊 2008年 当过南京这个军区副司令 但是他毕竟后来提拔他的S 重用他的S系 这个 他搞些动作 我见识 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这个是南部战 南部战区这个情况 东部战区呢 是不是啊 东部战区原先的司令员很厉害 你叫刘越军很厉害啊 他参加过越战啊 有实战经验 他现在他已经退了啊 过了 到了这个时间呢 把这个位置就 都已经让出来了 那么新上来 这个何卫东啊 是吧 那都是这个 也是习近平 2014年 受入这个 上将军匣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 2019年啊 给他上将军匣的 2017年是中将 那么这个人 这个应该讲 也是习近平这个 底细啊 所以你看从 通过这两个部分 就可以看着 在部队里 谁能和王岐山俩 遥想呼应 我听那个 路德在讲说 是赵乐际的弟弟 赵乐琴 在贵州干了 十年啊 一把手 地方就 混书了 他就可能 他可能不太懂 这个 因为他在体制内 没当过官嘛 对不对 比较年轻 中国那个 地方官员 最忌讳的是 和部队打交道 和平时期啊 在一起喝喝酒 有的时候经常搞一些活动 联谊活动啊 有这情况 但是你要如果私下 交往深 那你个 马上就是 这个军队的情报部门 就发现了 就严加惩处了 是根本都不可能 我在那个 东北呢 结束了很多这个 地方官员 和那个部队官员 我也结束过 他们之间这个交往呢 一般来讲没有深交 不敢深交 非常地警惕啊 他讲这个情况 说赵乐琴 说跟部队都熟悉啊 这个 有二心啊 这个等等 其实赵乐琴 已经下来了啊 这个 这个退二线了 的确是在桂林 干了很长一段时间 之所以不换他 很长一段时间在位 那就是因为 他比较老实 我估计啊 要如果发现在 部队部队 勾勾搭的 早就撤换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我觉得太离奇 离谱了 这个赵乐琴啊 他也不可能说和他弟弟两个 这个联手啊 要再串上王岐山 说是这个要搞什么 军事政变控制军队 这个我觉得实在是 这个阴谋论一点点啊 绝对没有那种可能性啊 这个赵乐琴肯定是对习近平 也比较有一件 因为就反腐败 在这个青海 也打击很多政敌 可能他不服 但不服你说 他就能跟他弟弟串通 然后通过王岐山一块 准备在这个 三亚南海高台下 是吧 这个和这个海军啊 这个我认为就是 当然有很多人喜欢听 要这样讲的话 那当然故事听了啊 这个我认为 可能性就是根本都不存在啊 那么最为严重的啊 最最重要的两点 就是咱们从人事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 王岐山本身就根本都没有这个必要了 因为什么 你想王岐山今天多大 岁了 73岁了啊 这个年纪也到了 1948年出生的 明显出现在这个视频上 显得非常憔悴不堪 身体很弱啊 身体也有病啊 只是到底什么病 中共是官民当成国家机密 怎么可能告诉别人啊 但是你可以猜测 那么他这个 这个王岐山在党内确实有影响 主要是在什么 在这个经济领域和这个 在金融领域和这个 反腐败这个领域啊 所谓经济领域当中呢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中国的银行界啊 干的时间比较长啊 特别是88年 被任命为中国农业信徒投资 公司总经理 一年后转任为介绍银行富翁长啊 在这个期间 你想 94年就是行长了 那时候他推动和这个 建行 和摩根史坦里啊 一起成立一家 核子银行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长 正因为这样 他是核子 所以和美国就有些交往 和那些美国的这个 华尔街大老板 有些购物队啊 那之所以有钱 就那个时候搞的钱比较多啊 所以他这个 在这方面影响比较大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在SARS当中 治理 2003年治理的比较好啊 在当时这个孟学农啊 和卫生部长张文康被撤职了 是吧 他就借这个机会 成事而起 名声打扫 得到了一个救货队长的 这个称号 此外还在广东 处理一些这个金融的啊 这些这个烂账 烂账等等啊 也做这些贡献 但是最最重要就是这2012年 就是他担任中纪委书记啊 64岁 王岐山 抓人 抓宗族 乌鲁干嘛 抓了一大批啊 440多名啊 你想想 这确实厉害 但是这也是习近平让他这样做的 对不对 他们讲这个 把阵地全部打掉啊 给自己的人马开路啊 自家军呼呼上 这个习家军呢 呼呼上 上位啊 这个自将军进 普将新军 清华系 一拥而上 就等于说王岐山 堂地雷了 得罪人都是王岐山得罪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2017年 2017年 他拿这个位置丢了 是吧 最后也不得不推出这个政治局 核心层了啊 那习近平为了他安全 就是给了他一个国家副主席 这个副主席到底重不重要 就看习近平给他的重视程度了 所以他带有一定的伸缩性 就是个闲职了 说到重要 习近平委任他处理中美关系 他就重要了 说到不重要 那个你想在国文贵爆料那段时间 你即使让他处理美国事务 他也没有招 对不对 因为把名声搞得很臭了 也不太好办了 还有SARS这个事 是不是 习近平 这个到底这个SARS是怎么搞出来的 他为什么王岐山不想对待 这个新冠农病毒是怎么搞出来的 为什么不会想对待这个SARS呢 去治理 让王岐山去帮忙 到这个武汉去 所以这里边肯定很诡异啊 那当然今天不是谈这个病毒来源 这个问题 我是讲什么 就是他这种状况 现在他有什么必要去进行一场军事争变 对不对 他过得很舒服 能婚一天算一天 是吧 总书记让他出来报幕 他就报个幕 丢仇就丢仇 对不对 就完事了 你想现在这个海航这个事 他也给了结了 肯定习近平批准 他才能把海航搞破产 破产就是把腹背的证据藏起来了 让政敌抓不到 你李克强这派系 你想证我 证我证据没有了 王杰也死了 是吧 他这个心里是很高兴的 就说没有必要 另外这个冠军是他的四生子 那你那个刘成杰是谁 是吧 谁都知道 那些破钱 这个变来变去的 是吧 都是他们 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的钱 是吧 咱现在回想的话 如果有的话 假如真是这样 有两个叫四生子 那就是他们的共同的利益 他们两个利益捆绑到一起 你总有我 我总有你 这个现在看来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说要斗的 你死我 我他不会 但是由于他这个中纪委反腐败这个期限 他的这个威望 他这个名声大噪 习近平心里格局小 担心他做大 伟大不掉 宣明多种 所以就敲打他 是吧 另外习近平想搞终身制 可能王岐山不同意 因为王岐山你毕竟当过 这个民国研究所的研究员 你想怎么研究宋华民国 这个历史的 怎么可能容忍他干 理解他这个习近平搞君主 立宪当皇帝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任志强为什么骂他是小丑 这小丑的词应该是王岐山的 他们两个砍的故事 就给给砍出去了 是吧 所以习近平对他也挺生气 那么再就是把董宏抓了 那董宏抓 也不仅仅他是王岐山管理好 他也是这个 拨一拨秘书的 对不对 情况很复杂 主要是什么 也是董宏可能 在反腐败方面 他可能也是这个另搞一套 搞的也是天东人员 问题很严重 那么习近平通过把他拿下来 再下令抓一抓 这建航系统的一些 这个小龙龙 就足以震慑了这个王岐山 既震慑他又不是彻底翻脸 因为他们两个人 这个关系是够铁 他铁在哪里 主要是1969年 对不对 他毕业以后 王岐山到陕西 延安封装公社插队两年 你像习近平在离延安 县封装公社 康平村80里 以外的梁甲和他插队 两个人那个时候就成为好朋友了 所以他这个友谊的根基比较深 肯定有矛盾 随着权力的上升 这个没有永远的朋友 肯定会发生碰撞 但到目前情况下 本人还不至于 那个王岐山有什么必要 跑到海南去 跟部队购物打打来 然后又跟这个赵乐际联手 和他弟弟联手 然后又推翻西街平 如果那样 宗少军找汇报 部队的事情 都控制在这个宗少军手里 宗少军你看 现在不闲山不露水的 那是真正的功夫 都在基层 肯定经常走着五大战区 战区每一个人一举一动 都监视的 那是绝对是天衣无缝 你想这个 部队这个管理就是这样 完全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 肯定这里边的特务系统 沿线都很多 每个班里可能都有债的 一有事就给你举报了 说王岐山如果说到 借三亚开会 博奥论坛这个事 说假如说和部队两个购物打打 他就傻了 不可能的 我认为他有可能在海南 找个小酒店 要说这个 找个小女孩按摩什么 这个可能 完全可能 这个年龄大了 身体也不好 玩一玩乐 这个有可能 这个习近平不太在乎这些东西 说到那个地方 和那些核潜艇 和那些海军 怎么要策划外逃 要是政变 而且这个事态实在是不好谱 这个听听当故事可以 不会那样的 你想那些军头不吓死了 谁去干这个 明明知道 习近平是中央军委的一把手 你在跟王岐山这样 他就是我觉得 这实在是在离谱了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官员 你想沈小明 沈小明基本上比较倾向于这个大上海的江派 当然也不是派气色的太浓 因为在上海 他虽然2008年1月份担任这个上海市的副市长 45岁也是副部级 但是他比较忘了 他这个专业干部 是一个就是医疗方面的一个医生 也是专家 他这个提升在这个权力厂 在大上海 根本都是一个补充作用的 一个次要位置的 基层干过的 比较有权的上海就是副市长 在浦东新区书籍 那么这个13年 总共上海市长委 浦东新区去北书籍 15年4月8号 又接着上海自贸区 官会主任 16年 调任教育部当做副书籍 当年那个10月20号 就达任教育部副部长了 17年 54岁沈小明 到了海南当副书籍 后来就提摆到现在 202012月1号任这个书籍 在这之前海南控制在 习近平的嫡系刘四贵手里 你想在那个 现在还是刘四贵的人多 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些沈小明不配合部队的话 在这个地方能犯什么大浪来吗 还搞什么整编 存死那个离奇古怪的下议论 本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基底的 当然了 中共这个官场也好 军界肯定是不稳 都会有一些问题和矛盾 但是这种矛盾 目前情况下 和平时期不会发生大的问题 所谓这个动荡部队 就不不大战区 就是一开战 就打开了 打碎了这个僵化 剧面 这个氛围就调整了 僵在外 剧面有所不收 因为你要把权力下放 一下放以后 可能某些人 过去两面人 就变成一面人了 比如说以前 同情 方红官的 张扬的 是吧 就可能 就是要搞事 同情就须财后 郭伯雄也可能搞事 但是需要一个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战争来临的时候 现在的情况下 和平的年代 习近平手里控制了军权呢 你想王小红手里控制手铐子 赵老基手里靠了抓人 基于黑帮内的权力 说要想说搞事 是相当难的 为什么现在 很多的当兵 军头鼓噪打仗呢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不满 他想通过打仗的方式 把权力拿到手 因为现在习近平 把所有权力控制 自己手里 别人都没有上升的机会 肯定党内的各个派系都比较生气 这的确是这个情况 正因为这样 就是说习近平 目前我认为他掌控的军队 这个没有打的什么 不会有打的风浪 就看什么 美国是不是很认真 就要对他进行问责和索配 那就完蛋了 他肯定夸掉了 一旦开战 他彻底就夸掉了 五大战区就 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军阀混战了 就完全可能 这个目前情况下 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王岐山 这个信用 信中另有这个小九九 准备这个和这个地方勾结 好了以后 在这个南部战区搞事 要颠覆习近平 这个是不可能 这个实在是一个 就是这个小谭 本人这个认为 这个自信说习近平 为什么到这个广西 到海南到广西 他就就是这样 一个这几个省 他没有深入地走 他想深入走一走 然后换地方打野 我估计他主要是 对这个陆新社 这个不满意 有可能下一步 有可能把陆新社给换下来 换成自己的 派系的 这个色彩 更浓的官员 他可能这次有些想法 这个至于说这个部队 他在到据我观察 目前看 还是控制在这个 西平手里 别人恐怕无法 就分这个蛋糕 那么今天的海外 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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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